其實也想問你 這樣的波動市有什麼比較好的選擇推介給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如果你覺得考波動 壓力很大 絕對可以不買的 因為大部份的投資者可能自己有份正職的 正職就用心做好它 最怕就是你花了一些心力在投資市場 又未必有獲利短線 但是又影響到自己的工作 那就最不治的 所以先做好自己的工作 或者喜歡打泰拳的就先打泰拳 都有一些信心 也有一些閒置資金去買的 那就要看你想買些什麼 有些當然現在來說 科技股很高風險 阿爺繼續打 買些收息的東西可以不可以 打 譬如我自己經常都說內銀 看看今天是否漂亮 最怕就是 講到天花龍鳳 然後今天跌到傻了 如果以內銀來算 我自己比較喜歡就是第一招行 第二就是這個郵柱銀行 但是招行從來都未到過價的 所以應該是買不到的 那郵柱銀行來講 英俊的 今天來算 看看最新做多少錢 1、6、5、8 5.28 你說5.28不是很高的 你之前叫人家5元買的 唉 留心一件事 當時的5元是未除淨的 除淨了是扣了0.25 所以現在你現價做5.28的話 你加回0.25的話 其實已經超過5.5了 其實我們5元買已經多過10% 內銀算是這樣的 各自墜了3,000點 所以暫時來說 近來很特別的 近來一些保守的東西才救我一命 一些進取的東西真的有點波動 所以暫時來說 我繼續是喜歡內銀 都是繼續留意郵柱銀行 但是又升了上來 近來其實一直升的 大家知道我買入價 本身是5元 扣回0.25的除淨的話 其實現在來說 要去4.75、4.8才買 但是前方是買到的 是買到的 所以現在都要等一等 要等一等 要盈力 你說不行 我一定要買 就是每人不同 有些人說 我聽到你的節目 我就是想買東西 然後就立刻賺錢 是啊 很多錢在手 所以你不用說那麼多話 肥胎 你給很簡單而已 你給一些會升的股票我可以了 很簡單而已 這個問題不難回答 總之就是講一些會升的股票 我覺得 另外一隻可以想想就是3187 3187就是 其實我在另一個節目也有講的 就是三星的高息房套 簡單來說 他就買Witch的 那就買亞洲區的Witch 如果以香港Witch來計 最熟悉的就是領戰 另外就會有778 然後我叫孖八之選 778就是智庫 還有2778就是這個冠軍產業 單頭買這些當然OK 因為第一 疫情希望退卻 大家就出來消費 還有現在有消費券 似乎那個租金等等 都會有一個幫助 還有它最重要的就是 它主要的利潤都是派息的 所以從收息角度是個好事 所以這些 當然剛才說的3187 就不是買香港的 就是買亞洲的 亞洲的Witch來講 就很多元化了 包括Data Center 等等等等的一些物業都有的 所以某個程度上 分散了風險 也都收下息 一年去計大約4年多了 所以這些股份 先打底線 起碼股市上落 波動與否 你都是有個底線 起碼都有一些貨在手 它升的 我都有機會賺 跌的時候 我們收下息 擴跌得比較高 然後我們再討論一下 在做好這個底線之後 究竟加些什麼上去 令到潛在回報 可以提升呢 就可以慢慢討論了 是 這個是現在這個位置 你覺得都可以買的 這些問題我一定回答你 阿妹 那你問我 我當然回答你低一點好了 不可能不是低一點好了 那我講回實際 其實我沒有什麼變過的 我那時候應該說 22元以下 還是21.5元 就是差不多 這些位置我覺得 是可以想一想 其實21.5元好像沒有到過 最低都是穿22元 所以我想22元以下 如果你說我真的很擔心 那你就分住了 這些重新一個日 ETF的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入場費便宜 最近我也有很多朋友問 喂 你給阿滴 十幾萬 你懷孕啤酒 又十幾萬 我哪有這麼多 十幾萬 有的 不過不是全部放在股票 但是你想想三星 它22元一股 總共一手就是200股 就是4000多元就入到了 那策略上就靈活了 我慢慢賣又可以 到時升上去 或者我等 就不要說等資勢了 我需要資金的時候 續手沽又可以 那策略就靈活了 所以我自己覺得 除非整個亞洲REIT的行業 出現一些負面消息 否則的話 它夠分散又有息收的話 都是其中一個 比較可以留意的股份類別了 賫給你 作詞 我先走 所ênio 作詞 作詞